从沙子到芯片解决整个半导致的问题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非常满体的组络工程 需要一点百姓 那么本来在全球环境的观点下 这些技术重复开发 不一定有三页价值 但是在市场合计和技术丰富的情况下 可能产生新的需求 这方面的投资也可能变得有三页价值 我们相信我们也热烈地参导 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这个市场 我们也非常乐意看到他们的成功 在先进工艺不可获得的困难下 单种技术的领先遇到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积极地寻找系统的突破 那么未来的芯片工具 我们的组织通信产品 采用多多的结果 支撑软件架构的组织和性能的并争 应该说相当于被芯片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我想在这上面的办法 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新的持续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